只要付288塊 就有火鍋跟龍骨卡拉OK吃 對 紅色衣服的師傅都是在炒我們 然後這邊呢都是酸菜白肉鍋 因為他粉絲專業他上面寫說電話打不通 我以為現在電話還沒接通 喂喂喂 太久囉 他其實是11點半開的 但是我們11點半來的時候 他說目前已經滿了 所以我們要等到下一批 下一批的話是1點 那他說如果大家有提早早的話 他就會再打發給我們 但是我們現在實在是等不及了 現在已經12點45分了 但是還是叫不到 我們還在在外面等 然後外面那裡也等了一群人 他們應該跟我們一樣都是下一批人 大家一定以為我們現在是假日對不對 沒有今天是禮拜一的中午 居然那麼多人 我是傻眼的 而且重點是今天很熱耶 你看阿寬都算短袖 我穿這個毛也快熱死 但是我估計裡面是沒有冷氣的 因為他是有點像這樣半開放式的 喔對了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他是賣什麼的 我覺得這有點厲害 對啊真的喔 五間288晚餐廠 我把288好像有點便宜耶 好像可以喔 但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市營運 他那裡有寫很小的字 吃到飽後面有沒有看到 說你以後漲價了 不知道啦 現在輪到我們了 李小姐兩位 小姐好 對 一來就在喝可樂 我發現這個有讓我心動的飲料 巧克力 這個是我很少見到的 我真的會想要喝的那種耶 我們是第一次在外面吃吃飽 然後這是冰淇淋 那邊有明治的 第一印象還不錯 OKOK 今天呢 我們是沒有菜單的 我直接跟大家講 因為他其實都寫在牆壁上面 其實啊 他這裡有分蒙古烤肉 然後還有酸菜白肉鍋 酸菜白肉鍋的話 等一下就會直接一個鍋子送來桌上 那我們這裡啊桌上會有這個紅色的盤子 我們就拿紅色盤子 他旁邊有那個冰箱 大家可以去夾一些火鍋料來吃 那邊還有一些醬料還有餅料去 還有一些飯啊等等的 那關於蒙古烤肉的話呢 我們等一下旁邊那有個紅色的碗公 大家拿著紅色碗公之後 就可以先點肉 然後先點菜 然後之後再加點醬 這些全部都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拿給師傅 然後師傅彈來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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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owaniaох 你要在旁邊等 趕完之後呢 叫我搞定了 那我有個問題 所以來這裡是不用點東西 他會直接給你一個火鍋的意思嗎 對啊 它這裡就是主打酸菜白肉鍋 所以你來這裡只要敷288塊 就有火鍋跟蒙古烤肉可以吃 對 喔 幾千 很簡單明瞭 所以我沒有菜攤 我想說因為我剛自己進來 我不知道我要幹嘛 好 但是 但是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她剛才有稍微講一下 只是講有點快 哦 哈哈哈哈 那這裡肉的話 現在有羊肉 豬肉 雞肉 還有豬五花 還有牛肉 我來加一點牛肉來吃 哦 所以它的碗就跟盤子不一樣了 對啊 這個就是 我們去外面吃夜市那個蒙古烤肉 不是就會越吃越高越划算嗎 我看我換一邊好了 因為你好黑哦 這裡有點嗨 因為很大聲哦 對 有點大聲 我等一下再慢慢跟大家講好了 我把我的料全部都加完之後呢 我們就是繼續往前走 就會看到師傅在這裡炒 你就把碗上著 然後我們現在在旁邊等 人不能走 對 我們現在後面的人 當然是在這裡等的人哦 那如果他們師傅在炒的時候 你們要看起 就是他現在在炒我的 他就會拿給你 因為他是沒有號碼牌的 所以你不要拿錯 你會拿走別人的食物啦 別人會陪你 還是如果我在這裡等 然後我就直接拿 我也不要蠢 啊 當然你要吃的跟別人不一樣 呵呵呵 然後如果你拿碗來放的時候 你就算按照順序 這樣慢慢打 要排隊啦 對 不然師傅會請你再往後排這樣 紅色衣服的師傅 這是在炒我們的 然後這邊呢 都是酸菜白肉鍋 所以現在這裡比較沒人 跟大家快速地講一下 這有什麼東西 就是這裡有碗 然後這裡有羊 豬 雞 這裡豬五瓜 還有牛肉 這邊有一些番茄 這就是他們一些配菜啦 豆干啊 紅麵鍋啊 紅蔥啊之類的啦 豆芽菜等等的 然後最旁邊的就是他們的醬 那他們的醬它牆壁上都有寫說 他們這裡的特殊調法 大家可以參考那個去做調製 那火鍋的話就是這邊 它上面有這個麵啊 然後還有一些火鍋料 那這裡的話就是一些細心腸 其實重點當然都是火鍋料啦 然後這裡還有金針菇 然後下面有一些菜 還有一些丸子 豆皮 那這邊呢 就是他們火鍋料的蘸醬區 喔 真的耶 它是分開的蘸醬耶 好貼心喔 對 然後這裡還有這個滷肉飯 然後有飲料的話有燈瓜檸檬 然後還有阿川最喜歡的 摩卡巧克力冰沙 然後還有哈密瓜 冰淇淋 然後阿川最愛的可樂機 明治的冰淇淋 冰淇淋消很快耶 快吃完了 對 你看我們的鍋也來了 太好了 這是基本配備耶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去夾一些火鍋料來吃了 上面還有煙囪耶 那如果蟲子丟下去會怎樣 我看一下喔 裡面很像不能丟東西 想說都給小都想要丟進去耶 你有丟過嗎 有啊 你不見了啊 為什麼可能跟人家講我丟進去 他傻眼 我記得我們有一次去逛大夜市 它不是有那個蒙古烤肉有固定的價格 然後它就讓你跌 不然跌多高 你就是那個價格 我們那時候都一直狂跌耶 就是下面要跌一些比較實心的 然後上面跌一堆菜這樣子 菜之後是不是還有再用重的東西再給人家壓下去 對 再把人家壓下去之後再跌一次 我們現在也不用怕了 只不用跌那麼高 因為你可以一直無限好 然後還有一個印象就是 去那個台中牛排館 它不是有一個是圓圓的 那個也會一直點這個 我那時候我去台中牛排館 我都一直吃那個 這超好吃 滷好肉 因為它的味道很重 所以它都是現好的 就每次吃台中牛排館 我就會想到說我要去吃蒙古烤肉 對 第一個就會跑去那裡 我這吃起來我裡面夾了很多肉 大概是三種肉吧 豬啊 雞啊 牛啊 全部都夾了 然後它裡面呢就是有一些菜嘛 都是我剛才夾的 都是我喜歡的一些口味 還有那些醬料都是我自己調的 所以我當然覺得好吃啊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吃太鹹 你不想夾醬料其實應該也可以 欸這樣很好耶 這樣如果觀眾來吃到覺得不好吃 就不能怪我們了 就是啊 自己調這樣的問自己吃嘛 完美甩鍋 但是這些肉的話我覺得吃起來 就是我剛才想到它 是用一大袋這樣倒進去 所以可能品質的話我也不知道耶 因為我們吃肉就吃不太出來 那個品質 主要都是吃調味啦 我們只吃得出來說超級不好吃 哦 對 如果超級不好吃 會很難吞那種 我們才感覺出來 其他的話我們就覺得還不錯這樣 所以你覺得這個是還可以OK的 對啊 就是還不錯的肉啊 因為它很便宜 所以我覺得可以就算了 你還沒介紹價格耶 喔 價格的話它只要288元 平日中午 那如果是晚上的話呢 價錢就會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它這樣差很多 因為288真的是二開頭的 二開頭的話有那麼多設備 它是平日晚上還有假日的話 都是358塊錢 我覺得也是還蠻便宜的 對啊 只是它那個布條上面有寫說 4營運 我們就不太確定說 以後4營運結束 價錢會有再做調整 對 你不是還說不能電話預約 對 因為它粉絲專業 它上面寫說電話打不通 我以為現在電話還沒接通 喔 跟橘色算算不一樣耶 哈哈哈哈哈 I don't even need to see you tonight Hat me for a minute expectation I but a fuck you can't 我想請問一下喔 就是 如果 現在好像是市營運對不對 對對對 那大概是哪時候會證視啊 我們 現在都還有很多小細節的東西 都還沒有確定 所以還不太一定 就是像 後衛的問題 電話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要接受網路定位 還是對 就是種種的問題 我們就是想說 還是以現場的問題 喔 我剛剛吃火鍋的時候 我發現啊 你看 它這個湯匙會卡住耶 我有時候要喝糖喝不到 然後我剛剛要撈餘的時候 撈著把那個料掉下去了 不過我之前吃別家的 東北酸菜白骨 很像它有那個特製的 有些很像勺子的湯匙 它就可以這樣子撈 然後就會尖尖的尖在這樣 大家一定很覺得很奇怪 我說你孩子呢 會有凍的碗在講這東西 我只是測試大俠喔 真的 你的湯匙在那邊 我真的會笨到拿這個去盛湯嗎 我覺得很有可能 然後我們剛剛其實有問店員 因為我很怕我剛剛拿那個 烤肉的肉來煮火鍋是錯的 所以我們就問了店員 然後他其實說沒問題 因為他們會這樣 可能是有的火鍋料裡面有蛤蜊 所以如果你拿蛤蜊 去蒙古烤肉那裡烤的話 那個食物會烤不熟 對 所以你的蒙古烤肉那邊 是可以混搭的 但是你的火鍋料 就不會拿去那邊煮 因為那個像魚板還是什麼 就不太要烤啦 對 它是炒啦 因為我們都會一直被那個烤肉的烤給拉著 對啊 它為什麼叫蒙古烤肉 它為什麼叫蒙古炒肉 對啊 為什麼 其實啊我們現在住在那個 收音台隔壁 就很多客人來complain 大部分的原因都是 為什麼不能定位 對 跟為什麼要等那麼久 為什麼電話都不能打 對 所以我們就想說 不然沒來問一下 因為其實我在來之前 我也這樣子一問 對 我就問六一說 啊你總沒定位 對啊 六一剛剛就有問啦 他就說 因為他們現在市營運中 有很多什麼預約問題 還有位置問題啊 很多blahblahblah的 就是他們有發現自己的小問題 而且他們現在是有點類似像半戶外的空間 對 他們門超級大的 就感覺有點像是線草的那種店 對 我一開始來的時候其實是有點嚇到 對 他說以後呢 他們會裝那個玻璃門 對 就是等到他們一切都已經already的話 就可以開始正式營業 那詳細的狀況 大家可以再看他們的粉絲專業啊 不過我們剛剛問到一個重點 就是他們營業之後 會不會有漲價的動作 他們就說 大致上不會 但是可能而已 然後會有收10%的服務費 就是之後會有收啦 所以如果你們看到影片 然後不介意他們現在的半成品的話 也可以來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他們剛說這些 好像不影響他們的食物啊 對啊 就是288元平日 然後如果是晚餐或是假日 就是358 沒錯 小朋友如果低於120公分的話 他們目前呢 也是沒有在收費的 對 我覺得這點真的也還蠻合的 現在的時間呢 大概是2點25分左右 那我們今天吃下來的價錢 就是576元 很便宜我覺得 對 對 他是要用現金結帳 沒有辦法用信用卡 以後開始正式營運 不知道可不可以 那想要跟大家說一下喔 我剛才想說 我已經全部排網 終於可以正式的 好好的吃東西的時候呢 沒想到他那裡都已經蓋起來了 他說我們已經超過 那個最後加點的時間 他說因為我們剛才在拍影片 所以沒有來告訴我們說 就是要結束了 所以我就是 有點錯過之後 我最後一次假日那個職位 然後現在那個火鍋的地方 也都全部蓋起來了 平常我有煮一碗這個 對啊 還是我分你吃 沒關係啦 就是我有點來不及 如果大家要來吃的話 你就是趕快先夾一夾 然後記得它上面的那個 最後的十萬 因為他們做好也要做一些收乾的工作 不過店員會來通知你啊 所以不用緊張 對 只是我們自己沒有辦法 對 然後上面很像有寫說這個 1點喔 1點是我們進來的時間 不是 是啊 喔是喔對 對 傻眼欸 怎麼ㄎㄧㄤ掉 會寫90就是代表用餐時間是90分鐘 所以1點加90分鐘是2點半 對 所以我們差不多也要離開了 它早上的時段是11點半到2點半 然後它會到一個期間 就是一個小時半 它就會把東西先蓋起來 然後就是換下一輪 但是我們剛才進來的時候 很像沒有蓋折 可能是因為我們現在下午 要接到晚上這段期間 就會比較明顯的區分 因為我們剛剛是早上 它已經先營運一波了 對 接下來它的時段是5點半到晚上9點 然後一樣都是一個小時半的用餐時間 嗯 就跟大家參考一下啊 對 除了那些設備不完整 還是一些流程有比較麻煩之外 我覺得還不錯 對 所以我蠻期待它完整之後的樣子耶 對 我總覺得我應該是會下一次帶來 認真來吃吃看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 比較酷在拍攝 在拍攝的話就是比較沒有辦法好好的 對 下次來的話就感覺可以 努力的吃那些蒙古烤肉 可以等一下烤個大概兩三個 只要看它的其他配料 然後它的這個鍋也是真的還蠻好的 我剛才也喝了好久 對啊 但是我覺得它那些火鍋料的部分啊 那些火鍋的種類是比較少一點 可以再多一點齁 對還可以再多一點 好 然後剛才還有一直在補那個冰淇淋桶 冰淇淋桶 我剛剛看到它也大概換了兩三種 一直被秒殺 對一直被秒殺 生意真的很好 嗯 沒錯 因為大家都在排隊要緊張 要走了 對啊 好啦 那我們今天也吃到這邊了 那喜歡美食反正喜歡便宜 我們再見囉 拜拜 這裡有停車場 這裡有停車場嗎 停車場的話我立刻幫大家看一下 關於停車場的部分呢 大家就看這裡吧 我上面有線的話就是還可以路邊停車 然後上面有一些數字的話 就會有說那些是停車格 還是你乾脆告訴大家 你這個APP站才找到了 我說停車的話叫做停車大神功 大家可以去下層看一下 不管它有說準有說不準 大家還是參考就好了 好啊 畢竟我也被它騙了不少吃 但是其實這幾次在業配停車大神功呢 沒有啦 趕快來找我們業配 OK 好吧 是